Alpha B 案情大迷转!孙安佐脱困靠精神鉴定遭美警长横打脸,他曝光实际状况敌因错裂等。 孙安佐风波延烧了11天,越来越多内幕被爆出来,甚至还有热心的民众将他持枪的多张照片寄到了美国的学校,让孙安佐想脱困都难。 狄英和孙鹏为了跨海旧,不惜卖房筹钱连聘两位金牌律师,没日没夜盼住儿子能顺利回来。 先前,一名现职美国职业女律师邱章曾在脸书透露最新案情,他在贴文中表示,美国警方对孙安佐进行精神鉴定,认为他精神不济,再加上美国国安局联邦藏级不愿插手帮忙,没有因此闹大,让他直言,目前一切都搞定了,最快5月就能脱困回台。 但这样的说法,隔一天却遭到承办这起案件的美国警长打脸。 邵达比警长齐武德日前在接受访问时,被问到孙安佐精神不济之事,他却一口否认。 他表示在被告知孙安佐被捕后,警方确实有立即对他进行精神评估,判断他是否有能力接受审判。 但他接住说,精神鉴定并非由警方说了算,而是需要层层鉴定,法院也绝对不会在草率的状况下判定。 因此孙安佐能不能因为精神不济脱困,并强调目前没有听说过。 打脸消息传回到台湾震惊所有人。 而当初坦然一切都搞定的律师邱章,也在得知警长说法后出面回应,他痛批其武德说辞一职反反复复,先前关于轰妈是否做证人也是前后不一,甚至让他怒轰,这位警长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媒体,被你们吓得胡言乱语。 还接住解释精神不济之词,他表示孙安佐才18岁,想为孙鹏夫妇留点面子,所以不想讲那么白,精神不济是很客气的翻译,正确的是什么问医生比较准,留点空间让迪英自己说。 最后他也为自己反驳,我只是从美国法官的角度来看,这个年轻人有这么多子弹,还有枪,真可怕,不能让他出去危害社会,但他只讲了一句话,只是跟持有讲的,所以最好的做法是驱逐出境,尤其是国安局不接手的情况下。